那针对今天这一段 无怨无悔的开示呢 我特别选了老师 广海明月开示的418奖 418奖 我们一起来对照做学习 总度取得无上与其满图螺丝 一度说 叙受共不共两种利益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礼录上面了解了 修持的时候同样的戒定会这样上去 所以正式修行的时候 范是有很多真正修无上与其 就是密教最高 最高度是这样的 当然下面更不可以少 无上与其满图螺 这个范中我们中国叫谈成 谈成 他这个特别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换句话 这个就是佛的所处的地方 佛处处的地方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 说谱的凡复的世界 佛处处的地方是净土 当然正式修行的净土 是无数不报 无数不寒的 那么对我们众生来说 我们没法体会 我们耳末术能感受得到的 这是我们现在这样 所以引我们进去的时候 还是用我们相应的种种概念图标来表示 使得我们心里上面种下这个种子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了 是丘陵坑坎 种种不如意的围土 现在这个地方这么圆满的净土 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真正的灌点的时候 引我们进去的时候 这个是佛的 理修修的本真的这个曼陀罗 那么真正要学的时候 刚开始学第一个什么 受这个戒 三面一戒 这个戒当中也都说共不共 同样的有种基础要共同的 看原文说 众多去入无上 于且漫头罗时 这句话呢 仔细看一下 众多去入无上 师父念到无上的时候 声音特别高 而且那个字和字的间隔有点长 就是节奏感突然变慢 有注意听吧 众多去入无上 又加重 然后于且漫头罗时 这个词呢 应该是对很多人来说 不常常会用到 也不常常会想到 亦多说 虚受共不共两种旅 一般的人看到这一段 就是无上于且漫头罗 可能会先注意什么是漫头罗 然后是无上于且 师父在这里边先解释了什么 无上于且漫头罗 对吧 他说是密教最高的 乃至于最高就是这样 这样什么呢 就是受共不共两种旅 那么这个无上于且漫头罗呢 这个地方就出现了谈诚 在没有学习密法的时候 能了解谈诚是不可能的 没有上师教自己去乱开 是不会了解的 可能会弄错 所以这个谈诚呢 首先我们会知道说 我们能看到这两个字 就是福报 因为呢 这个谈诚所标示的地方 就是佛陀所处的净土 而我们呢 很显然是处在轮回世界 我们处的是一个会土 充满痛苦的地方 而佛所处的地方 就没有痛苦 都是快乐的 那么这个谈诚的出现呢 我觉得就会让我们去向往 我是有机会的 上师会引领我进入这样的谈诚 透过概念啊 图表啊 来表示 在我们的心里 种下了这个种子 最初我们去上佛土的时候 我们会好像从一个坛城进去 注意 有一天呢 这个坛城就会变成 真实的净土世界 我们就会成为那里面 真实的本尊 所以这个坛城呢 不是说就画一个坛城 在我们表达一项而已 而是有什么 净土世界的信息 你们认为呢 就是福菩萨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特别特别向往 举个简单例子 有人上过天宫 有神童就回来了 然后我想说 啊天宫到底什么样子 你可不可以画给我们看 那个人假如会画画的话 他就会画一个天宫 然后我们就看说 哦这个有四个门 有几个门 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可以想象说是一个 福菩萨用画画的方式 在我们面前展示的 但是呢 真正观想进去的时候 应该它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它并不是存在于图画中的 它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这里边所表示的是什么呢 就算是 进入了无上与其曼陀罗时 也是需要 而且必须要受 共不共两种律 前面说的非常非常的完美 最后接到什么 你要进入这么美的诸佛世界 要怎么样 要受三别解 静静地看书 沉浸在这书中说的每一个字 你看这里边 谈成它特别的意义是什么呢 书说就是 佛的所处的地方 然后你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 你就会说 什么叫佛所处的地方 佛所处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样子 谈成是画那样的地方 其实你沿着这个字 静静地读的时候 你是能够感受到 心里边的一种 向往 喜悦 还有一种希望 光明 璀璨 泄脱 然后有一种 好像佛徒切尽 还是怎么样 你去感受 我会觉得 文字它所承载的意义 就是让你脱离 你的感官 对吧 沿着文字 所诠释的那个意义 心就进入了 那个隧道 班长要领了大家 有一天呢 就静静地看书 所有的人都静静地 把注意力放在书上 那若风光 是不是很美呢 房间里静悄悄的 所有的人都手上 拿一本书在看书 每个人都在看 描述坦诚的这个文字 虽然只有两行 可是在世间找不到 在研讨广论的时候呢 也不要每一次 都非得要找出个什么主题 吸引大家的眼球 让这个研讨好像有点深度 有点什么 也不用这样去奢求 因为有的时候 静静地读 师父所全的这些字 一遍一遍地读 它的味道就是很美的 就是很脱俗的 看到弹成没有感觉的时候 我发现 弹成两个字 在我眼前 对我说没感觉 你可以稍稍观察一下 比如说有时候我发现 这是什么状况 有时候你会发现 无知 还有的时候我发现 麻木 对这个经典里所宣示的东西 麻木了 不仅仅是对于谈长麻木了 很多东西都麻木了 就是可以检查到一些东西了 习惯静静地阅读 然后把这个书读到很有味道 读不出味道怎么办呢 上次讲 因为这就是师父帮我讲的 同样的话 别人讲没感觉 师父一讲 立刻有感觉 因为我对他有信心 上次就是说 他写的书你不爱读 就是他写的 所以我会觉得 每个字都很亲切 我会喜欢一遍一遍地读 觉得这是他跟我讲的话 事实如否 刚才呢 在无缘无苦的开示里面 老师说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 我给大家简单的提示几句 昨天特别强调 拜三四五佛 持名很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 四立原句的忏悔法 在学习广论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夜静之理的时候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流下热泪 还是没感觉 因为你会看到夜果 考虑到善恶业这件事情 好 那这时候 坦白问你 你坦白跟我讲 我是法师 你坦白跟我讲 那你第一次看到 广论上面讲的夜静之理的时候 你是没感觉 还是流下热泪 第一次呢 第二次呢 第三次呢 一直看到现在呢 看了无数次 你现在看到夜静之理 你是哪一种 好 我在猜很多人 应该是讲没感觉 对不对 啊没感觉怎么办呢 好 没感觉怎么办呢 刚好在我们刚刚学习到 广海明月四百一十八讲里面 老师有一段开始说 看到谈成没感觉的时候 哎 发现谈成两个字 在我眼前掠过的时候 没感觉 你可以稍稍观察一下 比如有时候我发现 哎 我这是什么状况 有时候你会发现无知 还有的时候发现麻木 对于这个经典里所宣示的东西麻木了 不仅仅是对于谈成麻木了 很多东西都麻木了 这是可以检查到的一些东西 老师在广海明月开始里面 讲的不是对势力忏悔的麻木 讲的不是对恶尽之理的麻木 讲的是用谈成做例子 因为四百一十八讲 有介绍到谈成的概念嘛 对不对 但是在广论里面说 众多屈辱无上于前 曼陀罗时 曼陀罗就是谈成嘛 还有师父在解释 曼陀罗就是谈成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人也都是没感觉 对不对 就是这个密法里面说的谈成 佛菩萨的净土 乃之连这个解释都没有想 就谈成就过去了这样 这都是有可能的这样 但是老师就要我们观察检查 你为什么会没感觉呢 你检查一下自己的状况 你就会发现无知 还有发现麻木 而且注意哦 老师说 你会发现你不仅仅是对谈成麻木 其实你已经对很多东西都麻木了 所以对到谈成 对到恶进之理的时候 你也才会麻木 没感觉 没感觉就是麻木的意思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不是等 对到这个恶进之理的时候才麻木 你也不是等对到谈成的时候才麻木 你之前已经对很多东西都麻木了 没感觉 好 那我们来探索一下 为什么会麻木 为什么会没感觉呢 简单的讲 麻木跟没感觉 是因为你没有思维 他正确的内涵 麻木跟没感觉 是因为你没有正确的去思维 他真正的内涵 那么你为什么会没有去 正确的思维他真正的内涵呢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因为对我们凡复来讲 那个无观察师的作用是最强的 无观察师的作用是最强的 我常常跟大家讲嘛 你的眼耳鼻舌声 眼视耳视鼻视舌视声 对到色声相位处的时候呢 这个前五诗是无观察师 他只是想直取对境 眼耳鼻舌声对到色声相位处 他就是想直取大量的这个色声相位处 只想直取 他不想做什么其他的思维观察 那可是对我们的心来讲呢 那唯一能够做思维的是 第六个意识 对不对 但是前五诗 直取色声相位处 那个无观察师的力量 远远强过 第六个意识的思维观察的力量 然后我们平常反复都是被这个无观察师的力量操控 好 然后我以前也跟大家解释过嘛 有的人说啊 法师这个时代竞争太激烈了 好 环境太险恶了 一天都晚都在动脑筋 怎么会没有再思维呢 那我有跟大家讲过 一般世界人的这种思维 他脑筋动得再多呢 也只是被无观察师控制 为什么 因为他想来想去 只是怎么样帮我的眼耳鼻舌声 抓到更多的色声相位处 基本上他的思维观察 全部都还是在为无观察师服务这样 所以因为无观察师 对我们的心影响的力量是最大的 我们已经息于无观察师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面对任何事情呢 我们不会去做思维观察 不会去思考他真正的内涵 所以呢 你会发现说 我们对恶境之理麻木 我们对谈诚麻木 是因为我们已经息于 对很多东西都麻木了 听得懂意思吗 那你这时候要怎么对峙呢 你这时候就要清净善事 听闻正法 顺着生长的引导 顺着佛菩萨讲的教理 去思维他真正的内涵 才能改变你那个 麻木没感觉的状态 比如说老师这边讲 我们对经典里面 所宣示的东西麻木 这时候你要想 经典 经典里面所宣示的东西 代表什么啊 经典是谁说的 佛说的 佛是什么 佛是一切变质 对不对 一切变质 就是他有全面完整的认识 他有全面完整正确的经验 你们思维到这里 有没有感觉啊 没感觉吗 我再帮你多思维一点 我们在世间 就算是不学佛的人 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面对生命 是不是有太多未知的领域 太多未知的境界 你面对你生命里面 这些未知的境界 未知的领域的时候 你怎么办 稍微聪明一点 世间都知道说 要问有经验的人 对不对 而且我们在世间 我一直强调 不学佛的人 他都有很多这种亲身经历 我面对我未知的领域 如果我能够得到 有经验的人知道 跟没有得到有经验的人知道 这个结果会不会差很多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给你听 我亲身经验 我当初在打橄榄球校队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刚进橄榄球队 我们是菜鸟学员 菜鸟队员 有一天我们那个队长 队长他当然是橄榄球打很好 他很有经验的人 他就抱了一个球在他胸前 然后跟我们这些菜鸟的新学员 新球员讲说 来你们谁 能够把我 现在抱在胸前的这个橄榄球抢走 这样 好那我们几个菜鸟学员前面几个就开始去抢嘛 一个一个轮流去抢嘛 那大家抢的时候标准动作是什么 哎呦我要抢你手里的球我自己要站稳了 对不对 好先把自己的马步蹲好站稳了 然后开始伸手去拉 这个队长胸前那颗球 每个人跟队长都像拔河一样 但结论都一样 好那个球还是牢牢的抱在队长的胸前 谁都拔不走这样 那我一看前面好几个比我撞 比我有力气的都抢不走 现在马上就要轮我了 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那时候其实也很慌 就这时候呢 可能是过去善业所感 突然有一个我们队里的另外一个老球员 他很有经验 他走过我旁边 在我耳朵边轻轻的不着痕迹的讲了两句话 好 他说 用你身体的重量去抢 不要用手拉 就讲这么两句话而已 我听懂他的意思 所以呢 我就走到我们队长面前 然后那时候年轻比较调皮 我还装得很惶恐的样子 让我们队长更掉以轻心这样 然后我就记得那个老球员讲的要领 我就把手伸出来 像刀一样 砍在他胸前 他的手 他的那个 他的球跟他的胸 胸口中间那个缝 我手像刀一样这样砍下去 可是我砍下去的那一刹那呢 我记得那个老学员讲的要领 所以我把全身的重量加上去 我怎么加上去呢 人家都是敦文马步去拔球嘛 对不对 没有 我把脚踮起来 整个人跳起来 整个重量都送上去这样 然后我整个人的重量 顺着我那个手刀一洗下去呢 我那个队长的球就一下子就 就被我抢到怀里了这样 然后队长就很欣赏的看着我这样 嗯 这样子 大概觉得我蛮有天分 其实他不知道我有高人指点 所以这就是我们世间的经验啊 就是 你做任何一个你未知的事情啊 有经验的人指点你跟没有正确经验的人指点你 那个结果差太多了 所以通常到你现在面对无限生命的离谷得乐 你是不是要找最有正确经验的人 最有正确经验的人就是佛陀啊 他是一切辨制啊 他有全面完整的正确认识 全面完整的正确经验啊 有人会问 人会问那佛陀为什么有全面完整的正确认识 全面完整的正确经验 我以前讲过 因为佛陀是正量是福 对不对 什么叫正量是福 因为他限量比量都不能防难 佛陀的说法佛陀的主张呢 好你从逻辑上你从事实上去检查 你都找不到前后相违的 好 而且佛陀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第一个通过这样的考验的人 后面只有佛陀跟佛陀的随行者 学佛的人 才会真正通过这样的考验 所以 我选择听佛陀按照他的经验来做 这就是经典里面所宣示的东西 请问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还会对经典里面讲的东西麻木吗 不会啊 所以 如理思维可以对峙我们这样的麻木 这样听到那种意思吗 但是这边老师提醒就很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你看到谈神麻木的时候 你看到恶境之理麻木的时候 其实你注意 其实那时候你已经是先对很多东西都麻木了 无观察是发作很久了你才会麻木的 不是只有对到谈成的时候 一直到读到恶境之理的时候你才麻木的 还希望我们检查出这件事情 好 后面老师讲 你会想一想 这辈子自己好像没做多大的恶业 但是往昔节呢 还有主要是对人的称心 比如说称习气很强的 动不动就称心 这种人就会很可怕 因为万一称到一个菩萨 就儿许节 住地狱里面 那么这一生已经造了地狱的业 在这样的状态下要怎么样进行忏悔 就会绝望 然后看到业境之理的时候发现 原来这个恶业是可以忏尽的 怎样忏尽呢 看到说四立圆区的办法是可以忏尽的 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想 到底什么是四立圆区的办法 我怎么样的忏悔才能四立圆区 因为可以把恶业忏悔掉 这一段无缘无悔的开始呢 其实老师就是引导我们 好 静静的去思维观察 然后 改变我们刚才那个对恶境之理 麻木没感觉的状态 那老师怎么引导我们的思维呢 老师说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他这一生没造什么恶业 好那这时候第一点 其实你可能有造很多你自己不知道 以前随便讲过嘛 以前说 我们这个时代就算是吃素你都跟很多恶业牵扯在一起 因为这个时代大部分的蔬果 都是用惯形农法大量的农药化肥杀虫 好 种出来的 所以你即使是吃素你都牵扯到很大的杀业 好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这一生没造什么恶业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那吃荤就更不用讲了 那是大量的动物养殖 大量屠杀拿来的肉 那就更多的杀业了 单单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而已 有的人觉得自己这一生没造什么恶业 就算你都没造什么恶业 请问你过去生呢 好 我们遇到佛法的时候太少了 一个人没学佛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不造恶业呢 各种各式各样的无名 烦恼会造各种各式各样的恶业 然后老师就特别醒醒我们 尤其是那个撑的习气 好 就我们讲的 一念撑心就让你一千节的善业不能干过 万一你要撑到一个菩萨那就麻烦了 几念撑心就几 几节诸阿比地狱 所以你真的想要这一点 你真的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你会绝望的 因为这么可怕恶业你怎么改呢 然后这个时候 业禁之力跟我们讲说 原来这个业是可以忏悔的 只要你 学会四立圆区的方法 那就跟刚刚讲的一样就好像一个绝症的人 医生已经宣判没救了但是 突然有另外一个更有经验的人跟你说有救有药 一定可以治好 这个时候你看到恶尽之力你就不会没感觉了 对不对 所以呢在我们刚才听到的广海明月 5分12秒往下这一段老师就说 静静的看书 沉静在这书中说的每一个字 你看这里边 谈成他特别的意义是什么呢 师父说就是佛所处的地方 然后你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就会说 什么叫佛所处的地方 佛所处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 谈成是话那样的地方 其实你沿着这个字静静的读的时候 你是能够感受到心里面的一种向往喜悦 还有一种希望光明 璀璨泄脱 然后有一种好像佛土切尽 还是怎么样 你去感受 我会觉得文字 他所承载的意义 就是让你脱离你的感官对吧 沿着文字所诠释的那个意义 心就进入了那个隧道 所以老师在这段开始里面很强调说什么 你要静静的看书 沉静在这书中说的每一个字 当然不不只是看也包括听 你听的时候也是要静静的听 好 仔细的沉静在你听的这个 老师说法的每一个字里面 然后因为这边讲的是谈成 谈成你仔细的静静的想 师父说这是佛所处的地方 哇那 功德圆满的佛所处的地方 当然跟我们这个凡佛所处的这个 五着恶事是不一样对不对 所以老师说你沿着这个字 静静的读的时候 你是会感受到心里面的一种 向往 喜悦 还有希望 光明 璀璨 泄脱 你不要说佛徒 我常跟大家讲 欲界天 离人间 最近的 最接近人 是四天王天 四天王天 就已经大地是柔软的 人在上面跌倒是不会受伤的 然后四天王天常常 大地上都布满了香花 那个香花的高度到天人的膝盖 然后香花有一点点枯萎 就会有香风自动把枯萎的花吹走 换上新的新鲜的鲜花 所以四天王天的人永远不用扫地 注意我还没讲到净土 我只讲到离人间最近的一种欲界天 然后四天王天还有很多树 树上面不只是结的果子而已 还有各种饮食衣服 或区药各种好东西 四天王天的人 心里只要心念一动 那个树枝就伸过来 上面就挂着他要的东西 现在都还没有讲到净土 讲到的是轮回里面离人间最近的欲界天 他就有这种状况 那何况 佛菩萨所处的世界 所以才说 你沿着这个字静静的读的时候 你是能够感受到心里面那种向往喜悦 还有一种希望光明 璀璨泄脱 所以后面老师讲 文字所承载的意义 就是让你脱离你的感官对吧 沿着文字所全的那个意义 心就进入了那个隧道 请问 什么叫沿着文字所全是的那个意义 意义是你要拿来思维的对不对 所以平常我们说听文水转修心要少利 极多生死成是不是有特别解释那个水转就是你要思维 如法思维的意思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为什么说文字所承载的意义就是让你脱离你的感官 其实感官简单讲就是感受对不对 换句话讲 你静静的听跟读 这些正法的文字的时候 你就可以依照的师长跟正法的加持 克服我们这些无名的感受 你就不会只被感受改步 你会进入一个深邃的心灵隧道 你可以开始造提升自己生命的业 然后后面老师有特别介绍谈诚的内涵 老师说最初我们驱下佛祖的时候 我们好像从一个谈诚进去 注意 有一天这个谈诚就会变成真实的净土世界 我们就会成为那里边真实的本尊 所以这个谈诚不是就画一个谈诚 在我们面前表达一下而已 而是有什么 净土世界的信息 你们认为呢 就是佛菩萨的信息 所以呢 师傅有讲嘛 真正的谈诚代表的是佛菩萨的净土的事 但是我们凡夫没有办法想象跟理解 所以 把他用画的 画成好像我们眼前看到这种图表啊 图形啊 图案啊 实际上呢 他传递的 像老师这边讲的 他传递的是净土世界的信息 佛菩萨的信息 你在想传递信息是什么意思呢 老师下面还有一段解释 我们可以想像是一个佛菩萨用画画的方式 在我们面前展示的 但是真正观想进去的时候 应该他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他并不是存在于图画中的 他是一个 真实的世界 现在我们眼睛看到 谈诚就是画在唐卡里面嘛 对不对 他有各种的图形图表的颜色跟形状嘛 对不对 但是老师说 其实是沿着这个谈诚最后你会进入那个真实的那个佛菩萨的净土世界 好 他不是一个画而已 他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这样 所以 说谈诚传递了 净土世界的信息 传递了佛菩萨的信息 这什么意思啊 我喜欢跟大家用那个白克雷的预来讲 是不在讲白克雷的那个死亡奇迹预言的时候讲吗 白克雷他的冰死经验 他 从冰死经验当中复活过来之后 他就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经验嘛 比如说他有一次去伦敦 在伦敦那个公园呢 他手一摸到那个铁栏杆的时候 就发现眼前的公园的景象变了 陷起来的是一百年前那个公园的景象 因为那个铁栏杆已经建成了一百多年了 所以铁栏杆上面带有的是一百多年前的那个业力 然后他手一碰到铁栏杆的时候 他就感受到那个一百多年前的业力陷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眼前的公园的景象就变了 他陷起来是一百多年前那个公园的景象 所以什么叫谭诚带着净土世界的信息 佛菩萨的信息啊 注意 就是 你看到这个谭诚 师长给你看这个谭诚好像是画一样 实际上呢 他上面带有 师长佛菩萨加持的业力 只要你自己业力进化相应的时候呢 你被这个师长佛菩萨的业力加持的相应的时候呢 你就会进入那个真实的谭诚世界 所以不是你眼前看到的一幅画而已 后面老师说 要习惯静静的阅读 然后把这个书读到很有味道 读不出味道怎么办呢 上师相应 因为这就是师父帮我讲的 同样的话别人讲没感觉 师父一讲立刻有感觉 因为我对他有信心啊 上师相应就是他写的书你不爱读啊 就他写的 所以我会觉得每一个字都很亲切 我会喜欢一遍一遍的读 觉得这是他给我讲的话 事实如佛 有的人会觉得说 我想静静的看 静静的听啊 可是还是没感觉 读不出味道怎么办呢 老师就讲了四个字 上师相应 对不对 上师相应 老师后面不是有解释吗 事实如佛 对不对 那我按照教理帮大家补充 其实老师也讲过 我们说上师相应就是修依止法 对不对 依止法呢 老师说修依止法的根本 是修信 事实如佛 然后依止法的中心 是坐师所洗 依教奉行 这两个加在一起看 所以呢 刚才说 谈诚不只是一个话而已 事实上他会传递 佛菩萨加持的讯息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的业力相应的话呢 你就会透过这个谈诚 传递的这个 信息的这个加持的业力 你会驱入那个真实的 佛菩萨的进度世界 那说如果你的业力相应的话 那你怎么让你的业力快速相应呢 就是老师这边讲的 上师相应 对上师是修行年儿 然后依教奉行 这个会让我们的业力进化的最快 那时候你就会像白克雷摸到那个铁栏杆一样 好 你一接触到上师赐给你的这个谈诚 反复看起来像是一个图表 像是一幅画的 你会因为这个业力的加持呢 种下那个很快的将来可以趋入佛菩萨真实的 谈诚世界的印象 好 讲到这边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 你们在学四一八讲的时候 五分十二秒前 介绍的是谈诚的内涵 五分十二秒之后就跟我们讲 要静静的看书 沉浸在这书中说的每一个字 这样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仔细贴紧原文 在学广海明月的人 就会发现 前面讲完谈诚之后 后面为什么要叫我们要静静的看书 沉浸在书中讲的每一个字呢 好 五分十二秒之前的前半段跟五分十二秒之后的后半段到底是怎么连结的呢 它的理路脉络是怎么连结的呢 你们会不会想这个问题 透过刚刚的解释是不是发现比较清楚了 五分十二秒之后我们要静静的阅读 静静的听 沉浸在师长说法的每一个字 对不对 其实这个方法的精神 就跟你怎么样能够快速驱入谈诚的精神 完全是相应的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刚刚其实就在解释这个事情 如果你对师长告诉你的法 经典里面告诉你的每一个字 你能够很静静很虔诚的阅读听闻 领纳 怀着尽信心领纳受持 你得到的加持 你业力相应 对不对 这个跟你面对谈诚的时候 你也是怀着虔诚公斤的心 好 让自己的业力相应 那你也会得到谈诚传递的佛菩萨的信息加持 种下那个可以快速进入佛菩萨真实谈诚世界的印象 所以五分十二秒之后讲的 不只是我们眼前该如何读如何听的方法而已 事实上他传递的也是怎么样快速驱入佛菩萨真实谈诚世界的方法 精神是相通的 听出来了吗 我不知道你们自己读学诗一八讲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这个特点 所以他的关键就是上师相应 要修行念恩跟做事说习 让自己跟十方诸佛的总具体 上师的业力跟相应 这个时候 当上师把谈诚显示给你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快速的驱入佛菩萨的真实的谈诚进度世界 最后老师说这里面所要表示的是什么呢 就算是进入了无上于其的曼陀罗时也是需要 而且必须要受共不共两种律仪 前面说的非常非常的完美 最后接到什么 你要进入这么美的诸佛世界要怎么样 要受三昧耶戒 三昧耶戒是密圣里的戒律 好 那平常我们有说过 这个从别些多戒到菩萨戒到密圣戒呢 他们戒律戒体的共同的核心精神 以前常常跟大家讲 就是你在世事如佛的基础上面 你发誓一定要做事所洗 好 那这个就是贯穿三部律仪的戒体的共同的核心的精神 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嘛 老师有说过 你修一子法能根本是修心念恩 忠心是做事所洗 为什么说你进入谈诚必要的条件 是要守三昧耶戒呢 我们刚刚讲过戒律戒体的核心精神 是你在世事如佛的基础上面 你发誓一定要做事所洗嘛 所以以前师父也有解释过 持戒就是照着你所信的去做 所以持戒作为因将来感到的果是什么 你的信心会更增长 因为你当初持戒就是照着你所信的去做 对不对 所以将来你的信心会更增长 反过来讲你不持戒 就是你信可是你不照的做 请问这样将来感过 你的信心是不是会更伤损 懂吗 那事实上你要跟谈诚相应 你要透过谈诚 屈如佛菩萨真实的谈诚世界呢 就是对三昧耶戒的信心 事事如佛非常重要 对不对 所以一方面要观察 三昧耶戒的功德跟恩德 修心念恩增长这些信心 一方面要怎么 要如实的依教奉行 照着你所信的去做 这样你的信心会更增长 这样你才能够得到更大的加持 然后在面对谈诚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得到佛菩萨 谈诚净土的信息的加持 种下那个快速驱入 谈诚净土世界的因 这是为什么说你进入谈诚之前呢 你必要的条件就是要受三昧耶利语 要认真的受戒此戒 要认为三昧耶戒和艺战雨 如果稳定的确认